老舊的鐵窗斑駁脫落 周遭荒涼的植油草木相伴 35年老屋加上穿藻附會的民間傳說 在風聲徐徐下更添幾分詭譎 轉紅色外牆12層樓高的圓形柱狀大樓 10坪大小只賣200萬 但這樣的房子你敢買嗎 在北投竟然有一坪只要20.4萬元 相較當地行情48.9萬元 殺到四折之多平均不到兩個月 就能有一件成交 它的採光面全部都在房子裡頭 那所以電梯出去全部都是 就是不見光的 進去的時候會發現繞不出來 它因為它又是一個原型的 那因為裡面的住戶很多是出租的 租給人家 那發生的比例當然就會比較高 密集的住戶低愛的走道 大樹隱影下光影忽明忽暗 38年屋齡 每坪成交單價落在20到37萬 低單價低總價一樣很強瘦 從2018年到現在就成交11筆 就應該是有一些比較雜的人來這邊 覺得怪怪的 就連當年北投駕馭戶曉的 金馬獎大戲院 也成民間傳說的熱門地點 外觀看起來就像個八卦鎮 實際走入內 陰暗潮濕 廢棄石塊堆角落 儘管離捷運站不到三分鐘 平均地價還是只有20.6萬 有一些投資客在法拍屋上面去 取得了很多戶 然後去重新做一個裝潢 所以現在感覺有比以前還更好 因為金馬獎的地點是比較好的 出入的人就是跟一般住宅比起來 就是相對複雜一些 隨著時間拉長 在當地早就見怪不怪 敏感傳說也成茶餘飯後的閒聊話題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